大家好,这期视频 我们要来聊聊一个非常严肃但关乎生命健康的话题 血管斑块的形成及其预防和治疗 请大家记得点赞、关注和分享 这样更多的人可以了解这些重要信息 血管斑块的形成 首先,血管斑块的形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涉及多种因素 我们可以分别从基因和细胞水平来解析这个过程 基因水平 某些基因突变或缺陷会显著增加形成血管斑块的风险 例如APOE基因的缺陷 APOE基因编码的蛋白质在胆固醇的代谢和转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其出现缺陷时 胆固醇便容易在血管内沉积 形成斑块 细胞水平 内皮细胞损伤 病毒 细菌感染 甚至吸烟等因素会损伤血管内皮细胞 使其失去正常功能 这时胆固醇等物质就会渗入血管壁 炎症反应 损伤后的内皮细胞会释放炎症因子 吸引单核细胞和淋巴细胞到达损伤处 这些细胞随后转变成泡沫细胞 并进一步释放炎症介质 加剧炎症反应 平滑肌细胞增生 炎症因子会刺激平滑肌细胞增生 导致斑块体积增大 细胞凋亡 斑块中部的泡沫细胞和平滑肌细胞会经历凋亡 形成坏死区 综合来看 基因缺陷 内皮细胞损伤 炎症反应 细胞增生和凋亡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导致斑块的形成 血管斑块的危害 如果血管斑块体积增大 可能阻塞血管 甚至发生破裂脱落 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如缺血性脑促重和心肌梗死 如何预防和治疗血管斑块 幸运的是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预防和治疗血管斑块 控制危险因素 例如高血压 高血脂 糖尿病等 这些因素都会增加内皮细胞损伤的风险 健康饮食 选择以地中海饮食为主的健康饮食 富含抗氧化剂 可以帮助抑制炎症反应 戒烟现酒 规律运动 这些生活习惯不仅可以保护内皮细胞 还能保持合理体重 药物治疗 如降脂药物 抗血小板药物等 这些药物可以帮助稳定斑块 减缓其发展 介入治疗 在特定情况下 支架植入术等介入治疗 可以迅速恢复血流 避免严重后果 综上所述 血管斑块的形成 涉及基因和细胞多个层面 预防和治疗 需要从生活方式和药物治疗多方入手 希望这些信息 对大家有所帮助 再次提醒大家 记得点赞 关注和分享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